咖啡要真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话题 我不知道你们对商业咖啡的设备是真感兴趣还是假感兴趣 我前段时间看到一个留言说想看麦赫迪的165s的测评视频 我开玩笑的说了一句 你这个留言能破100赞 我就做 没想到这个留言的点赞还真到了 留言的人生如此 不是说我不想测这些设备 我觉得像商用的这些设备一定是要放在这种高出备量的连续运转的这种工作场景下去做测评 它才有意义 如果要只是我把这个设备拿过来 我自己测测的功能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可参考价值的 就跟视频说明说没什么两样 所以说不是我不想测 是我目前做不到 不好意思 实在抱歉 不过我也想借机来聊聊麦赫迪这个品牌 以及我自己对整个咖啡市场的一个 独到的一个看法和思考 首先我先声明一下 我的观点可能和很多从业者的观点不一样 所以说有人可能会觉得回了你的三观 我们先从刚才提到了麦赫迪这个品牌说起 这个品牌成立于1924年 创立之初他们是做工业级的大型的研磨机 之后慢慢开始向商用 以及家用领域来辐射 它属于Hermel集团旗下 包括大家可能听过瑞士的Dating 也是属于这个集团旗下的品牌 其实很多人知道这个品牌是从EK43这个磨豆机开始的 包括我也是 在2013年世界咖啡师大赛上 澳大利亚的选手Made Perger带着EK43一战成名 可谓算是咖啡比赛圈子里面最成功的一次带货 之后的几年 这款磨豆机风靡到全世界大大小小的精品咖啡店 变成了精品咖啡店的标配 首先我说我的观点 EK43的定位在我看来 它是一台半工业用途的磨豆机 本来麦赫迪起初就是做工业级的研磨机出身的 像之前我们在柯林的咖啡工厂见到的DK27 每个小时研磨两三百公斤的咖啡豆 做成挂儿包 带装的咖啡粉 简直是个研磨小怪兽 可能麦赫迪在EK43上市的时候也没想到 我靠 这个偏工业用的磨豆机被一个咖啡比赛搞火了 全世界咖啡馆都在用 简直是奇葩 其实它设计以及定位是更适合放在小型的咖啡豆烘焙工厂 以及小的烘焙工作室使用 大豆舱 纸桶型的出风口 可以直接套咖啡袋子 或者是直接用接粉筒 这些设计是完完全全为咖啡工厂的使用来设计的 外形又大又黑 如果你放在咖啡店标准的85公分的台面上 可以说是相当的尴尬 没有180的身高 你真的要点着脚 抬着胳膊才能把豆子倒进豆舱里 所以说 越来越多的用这台摩托机的老板说 这个EK43有点大 我的吧台放不下 麦克蒂可能是意识到这一点 后来才出了一款配置以及性能都一样的缩小版的EK43S 是为了迎合遍地开化的精品咖啡馆客户 当然我不是在吐槽EK43 因为从功能上来说 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 在研磨的品质和效率上都是很优秀的表现 但是的确是很多人把它用在了不是很合适的场景中 所以很多的精品咖啡店的这些从业者们 他们也没搞清楚我为什么花了真近2万块钱买了一台这玩意儿 要么是跟风的 要么是觉得有排面的 你看看人家苏州的MAX从来不跟风 摩托机都是自己动手做 可以看我全自己做的 最近看到一本书叫颠覆性创新里面有一点我感同身受 很多公司做产品的时候 一直想要升级自己的产品质量 功能 卖点 却没有意识到消费者到底需不需要这些新的功能和升级 你的这些升级是不是符合消费者的需求点 比如你省吃减用 充了一台EK43放在店里 它能给你的店里面带来什么样的提升和改变 是客人真的觉得你用了EK43之后 你的咖啡真的不一样了 或者是你用了EK43之后 店里的营业额提升了10% 仔细想想都不是 所以说你如果是一个咖啡店的话 完全没必要 当然土行或者是有资本的咖啡品牌无所谓 但是当你是一个个体创业者开的咖啡小店的话 听我一句劝把钱花在刀刃上 比如看了这个视频 你给我们点了个免费的赞 不可能我宁愿花钱买EK43 也不愿意给你点餐头 所以在我看来 你开个小店用EK43 就好比是你平时上班代步 开了一辆别克的GL8 或者是你拍Vlog用一台Red 对了我说的这些不针对任何人 只是自己的观点 你觉得有道理就继续看 你觉得没道理就可以关掉视频走了 所以作为一个CoffeeUp主 我觉得我有必要表达自己的看法 即使这些看法 可能不符合目前的主流观点 但是我还是希望把自己 对整个行业的思考和见解分享出来 给他想要进入的这些行业的人一些指引 别轻易跟风 养成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习惯 Coffee is not serious But life cheers